那么在火灾发生之前 程梅都和哪些人有过交集呢 记者来到程梅所住的小区 不少邻居都说 很少看到他出门 而对于他的死因 大家也众说纷纭 经过打听 记者在程梅居住的小区附近 找到了他的堂哥成君 据他介绍 自己和堂妹虽然同住在一个小区 但是几乎不来往 在亲戚的眼中 程梅好吃懒做 没有正当的职业 程君说 有时候他看到程梅出门 一边带着孩子 一边还盯着手机 有的时候还会有些陌生男子 来找堂妹 作为堂哥 自己不好多问 在网上 网上就用那个微信 微信摇摇 用微信摇摇摇摇上去来 摇上去认识以后 到这里来 那么程梅的死亡 和他喜欢用社交软件交游 有关系吗 通过调查 民警发现 程梅的微信好友 有四百多人 其中大部分是男子 凡看聊天记录 里面有不少暧昧信息 通微信 认识之后 加了之后 认识之后 吃饭呢 热锅啊 热锅茶呢 感觉 感觉他感觉 还可以的话 有些就是 是不是 到冰暖去